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地方 表单做出来了 要让它秀出来 可是那什么时间点秀这个表单呢? 之前会想说 我们看用什么 在哪里呢? 在这边建一个按钮 比如说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图案 图案里面比如说在这边 在一个圆角举行 我前面有讲过 或者你开发人员里面 这个表单 这个也可以 只是结果也是一样 插入圆角举行 好了 那这边 这边 比如说让它跳出什么呢? 这个改一下颜色 好了 随便选一个 那一样编辑文字 那把它稍微置中一下 置中的话这边上一下垂直跟水平 比如说 叫做排序好了 排序工作表 OK 那里面的话按右键 让它选指定去期 可是指定去期 你会想说 诶? 班译工作表 不对啊 为什么? 因为按下去就直接班译了 没有选项 怎么办呢? 这边就变成怎么样了 就要再建立一个聚集 所以前面也有讲过嘛 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地方要呼叫那个表单的话 还要再制定一个聚集 那制定聚集的方法 直接开启Module 1 在这个 班译表单的End Sub下面按一个Enter Sub一个 这样就会多一条线 如果你Enter没有多一条线 那你可能你刮虎没打 自动会增加一个End Sub 那这一行其实非常简单 叫什么呢? 怎么样启动表单呢? 然后呢? 那启动表单呢? 其实非常简单 前面等于是做一个复习 如果要启动它怎么办呢? Home 因为我那个名称 表单名称叫Home 点